此身拼盘 炭烧和牛 鵝干沙拉 提前备好菜 客人一来迅速上菜 好的 徐总监很赶时间吗 你的感谢 诚意不够啊 投资人分秒必争 莫总日理万机 我特意安排速战速决 徐总监和我吃饭 怎么会完成任务似的 确实是带着任务来的 之前我误会了你 很抱歉 谢谢你不计前嫌 道歉是需要诚意的 急择生乱 太极下定论 容易看菜不准 看事情不能完全看表面 莫总前脚让我无地自容 后脚又给我开了口子 看来你帮乐觅帮我 也没有那么简单吧 说说看 莫总一定不会认同我的任情官 那在这件事情上 莫总已经分析了利弊 才做了选择 三个月 如果我业绩完成 莫总可以在上阁站稳 如果没完成 我走人 也不会对你有任何损失 徐总监可要记得 自己立下的军令状 三个月 希望徐总监 不要成为我最大的风险 那当然 你放心 徐总监这么聪明的人 面对亏损 为什么不及时止损 而是选择补仓呢 这是我个人的选择 跟从不聪明没关系 好 不舒服 你就脱了呗 那不行 请你吃饭 不能太不讲究 看你这小脏手吧 还不能太随意 跟小树一样 不爱干净 来 当一个女孩喜欢你的时候 她是不会排斥 跟你有肢体接触的 行 好了 干吗 怎么了 没事 没事点菜吧 我都快饿死了 今天大放血啊 请我是这么贵的 应该的 等我以后赚了大钱 带你去更好的地方 既然这样 今天你点吧 你给我点 让你点菜 这就说明她内心深处 已经对你产生了依赖 服务员 你好 来这个 这个 还有这个 好的 您稍等 谢谢 谢谢啊 阔气啊 挺大方的 这有了工资就是不一样啊 那当然 今天一定要让你吃到撑 法餐吃到撑 您在这儿跟我搞笑呢 我去西尔家 最后的最后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女人喜欢一个男人 她一定会故意制造 跟你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练得不错啊 弟弟 如果以上三点都满足了 如果以上三点都满足了 那么恭喜你小伙子 不要犹豫 上吧 你约他